这种情况下中国队的后防线 一是要注意不要出现无谓的个人的失误 同时呢还要增加协防的意识 中国队中场把球段下来 李明 谁直线 李基宇 中国队已经有四名队人 到了进去 漂亮的中国队是邵嘉一 中国接队友的传球 接李敬宇的传中球 已经电射把球打进了出门 中国队终于把握住了一次机会 1比0 这个球呢中国队 是在门前形成多点的接应 邵嘉一的前差很及时 我们再看一下 李敬宇的传球也不错 前点是郝海东 吸引了对方的防守 邵嘉一 这样是一个追行动作 我们看一下 一脚电射 就是脚钩把球电进了球门 这个球距离 出门很近 已经进了六马线 邵嘉一 对这个球已经没有什么反应了 1比0 对这个球员 对这个球员 而这次重渐的